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他自己称呼他是民国遗物 实际上在咱们台湾又做电台节目 又是思想家 又是评论家 我看你还是历史家 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 是 是吧 你看我查他的黑材料 哈佛大学博士候选人 为什么叫候选人呢 早拿到了吧 没拿到 没拿到 不拿了 不屑于了 不是不屑于 在学院里面是有一个候选人的这样的一个资格 我到了那个资格之后就没往上走 所以就停在那 对 到台湾呢 那个杨老师这个很有影响 听说要取代马英九吗 哈哈 没有我假装 取代马英九当什么呢 当 不要再说了 指点台湾政局 今天呢 先想请你以这个台湾人的这个视角 看看我们大陆发生的很多新鲜事 这几天你在北京 有没有听说我们的那个什么 叫什么来着 恨爹不成钢 怨霸不双江 横批叫投胎姓李 投胎姓李 这个听说了 你看他们还有一个说法叫什么 最近几天发生的新闻 用一个对联可以概括 叫李刚李阳李双江 车祸家暴冲锋枪 因为他们家小孩打人的时候 车后这个乡里发现一把枪 后来不是说是塑料 塑料玩具冲锋枪 大家就调侃了 这个事我们大陆人一听该怎么聊 都心知肚明 但我特别想知道 您会怎么听说这事会怎么看 我其实还是回头想到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 是当时两岸还隔绝的时候 然后呢 比如说我们很长一段时间 完全看不到中国大陆来的任何文学作品 这些东西 可是呢 在两岸的开放的过程当中 有两部作品是很重要的 那在台湾这个是大陆的剧本 但是在台湾呢改编成为电影 一部呢叫做《上海社会档案》 另外一部呢叫做《假如我是真的》 因为什么叫做《假如我是真的》 那基本上就讲一个骗子 就是他到处骗人家说 我爸爸是谁 我爸爸是谁 我爸爸多了不起 然后呢 别人听到他爸爸名头这么大 连查都不敢去查 说他是不是 然后最后他终于报了 然后被抓了 但是呢 上到法庭之后 这个戏最高潮就是说 大家说你是个坏蛋 你怎么样 他突然间就讲一句说 假如我是真的呢 意思说 假如我真的是这个高官的儿子 那我所做的事情 就是理所当然了吗 让我想到 其实李双江这个 都做到他儿子这个事情 是让我想到这件事情 是说好像这个社会 有一些魔咒经过了这么多年 并没有完全解除 那就是说 我的爸爸是谁 对一个小孩来讲 还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或者说当他碰到的任何事情的时候 他想到第一件真蛮没出息的事情 是先说我把我爸爸抬出来 这个是 我假设说 比如说台湾人这个管用不管用 比如说要是我爸是一个高官 或者是一个著名的一个什么人士 小孩碰到什么纠纷碰到什么事 今天抬我爸管用吗 管用 但是是对方管用 你把你爸抬出来最好 我赶快打电话 我就马上打电话给媒体 告人 我也不要告你 我就打电话给媒体 然后我就说 这个有一个谁谁谁的儿子 你们赶快来拍吧 媒体就全到了 那他爸就倒霉了 他爸明天大概就得辞职了 有个有名的爸爸 就像有个金箍咒一样 反而惨了 是 人家咒语一念你就糟糕了 但是这次双枪这个我觉得也有点 因为我看 当然我不了解完全的情况 好像小孩在现场也没有声称 也没有说谁是我爸 他好像说我爸是公安局长 那是另一个小孩 另外一个小孩 广美你听说这个了吗 我听说了 听说了我还把案情研究了一下 给我们讲讲 其实我还是这样讲 就是一来老来得子 然后我昨天就在 我昨天就在思考呢 为什么现在的所谓的官二代 富二代新二代 出这么多的问题 那其实我觉得有很大的一个原因呢 这个人家都说养子不就要复制过 我觉得家长的责任 真的还是占绝大多数 虽然我看到 昨天我看到一些画面 就李双江李老师去医院道歉 然后跟他跟那人说 我我宁可你用棍子把我毒打一顿 我觉得一个一个这样子的父亲 说出这样的话 其实应该是很痛心的 但是你理智一点想 这个孩子是你造就出来的 那就是说是不是很多所谓的 富一代新一代跟那个官一代 他们在他们的奋斗过程当中 他们真的很忙 那就是说在这个很忙的过程当中 他们常忽略他们的孩子 根本就不知道他们的童年怎么过的 所以等到有时间 可以跟他们称兄道弟的时候 他唯一能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溺爱 就是在物质上给予充分的 就是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 你说一个15岁的孩子 拥有一台宝马汽车 而且还在花27万改装 这实在不是正常人可以想象的 我觉得这个社会变化太快 然后呢 但是有一些东西呢 它是不会或者是来不及跟着变 例如说社会变化太快 有些人富起来的速度这么快 可是有一件事情是变不了 或者来不及变 就是说当我富起来 或当我跪起来的时候 我老是觉得说我的儿子 我的子女应该跟我一样 我这些东西要留给我的子女 也就是说当我觉得如果你放在西方社会里面 一个人白手起家 他往往的理所当然的想法说 我是这样起来 我的儿子也应该跟我一样白手起家 他不会想到说 我要把所有东西堆到我的小孩身上 可是在中国社会总感觉 第一个是说好像大家 只要自己辛苦过来了 然后稍有一点点成就 就想要保护小孩 就希望说哎呀小孩不要受这个苦了 小孩最好一切就像光明刚刚说的 没错 你就会溺爱 我想当然有一部分可能也是 也没时间管 但另外一个心情就是 你就忍不住你就溺爱 第二个是说我们社会上面也经常会 老是会这样想 例如说我们讲 富一代富二代富三代 这个可是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假设 好像说今天文涛你是富一代 你儿子就一定会是富二代 为什么你儿子不会是穷二代呢 我们老是觉得说 因为我养着他 对 我们老是觉得说这些东西他会维持下去 对 可是你看其他社会 例如说美国社会 你不会觉得说 这个我们不 我们不谈这个贾伯斯 Jobs Steve Jobs 我们根本不知道他女儿在哪里 我们也不会想到说 他女儿将来就一定是富二代 因为我们总觉得说 那一代一代他自己是一个个人 他自己是一个个体 他将来他自己要去走他自己的路 我觉得中国社会相对比较 他没有这样的想法 就比较容易 你看华人社会 你像香港人就爱说 谁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 是 我们都认为这个 有钱有名有势的家庭 出来的孩子 那肯定是含着金钥匙 你的意思说 在美国社会里 不大这么认为 相对没有 比如说你是富豪的儿子 也没人会觉得你就 相对没有那么理所当然的 其实在台湾有几个企业家 他们在教育他们 他们也是白手起家 但是他们在教育他们的孩子的时候 他们真的就是 从很小的时候 就是把他们丢到海外去 就是也不给他们足够的钱 也不给他们足够的什么保姆啊 这个那个的 就是你们就自己去打拼 自己去奋斗 你们出去询问也别讲说 你爸是谁 都别提 然后等你就是锻炼的差不多的时候 你再回来 回来你再从基层做起 所以现在他们所谓的二代企业家 有几个真的是相当成功的 你像我还听过像台湾 我都不知道是不是传闻 说是当年这个张孝岩兄弟两个 是在这个谁啊 蒋经国啊是吧 临终之前什么到他的床边 那么说蒋经国还给他们留下几个字 说要嚼得菜根呢 百事可做呀 就那意思要寒心如苦 这个语言不像蒋经国的 但是意思应该是 是蒋经国 其实他们两个人 他们身世比较特别 包括就是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 完全没有任何这种皇亲国气的 他们就是 就是蒋经国委托他的一个手下王生 就黯黯的照顾他们 但他们两个人原来 也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所以他们在新竹这个念 上学校 然后念了新竹中学 也没有同学也没有任何人 觉得他们怎么样 那我打问一下 那蒋经国的那个正经儿子呢 正经儿子又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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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对照 例如说我们看看他的正经儿子 蒋孝文 蒋孝武 然后最有名的是蒋孝武 蒋孝武也还是有那样的心情 他就把蒋孝武送到军校去 因为这个你必须承认 就是说蒋介石 蒋经国父子在这上面 他们是有这个 就是说例如说不能破坏考试制度 所以蒋孝文还能稍微念点书 蒋孝武不能念书 那个大学联考考不上 就把他送到军校去去锻炼 可是一送到军校就完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 大家都给面子 大家都给面子 然后所以他可以不嫁离赢 然后他就开始 后来是爸爸自己亲自下令 就是真的没办法 没有人管得动 把他从陆军官校退学 那蒋孝武一辈子就 其实他们家正防的这几个 其实一辈子都受到比较好的宠爱 那相对其实绅士反而坎坷 那像你看张孝慈张孝岩 现在当然是改姓变成蒋孝岩 他们两个就非常优秀 就自己自食其力 那只是张孝慈这个很不幸 就是年纪轻轻的时候 四十几岁就中风 就早死 但是照一般人看哪一个 这不正经的儿子倒有出息 正经的儿子一般般 因为自己必须要去努力 自己要去打拼 所以这个这是做父母的人 其实是一个痛苦的选择 正因为你有那么多资源的时候 你要怎么对你的小孩 你也觉得说 我怎么可能我身上有什么 我不给像刚刚光媒说的 我明明有这么多钱 把他送到海外去 不要给他那么多 比如说你做父母很难 可是你想的长远一点 你那样子溺爱他 十五岁给他一个宝马车 你到底要他变成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父母是真的 就算你再怎么没时间 这种事情是要为小孩 更长远的发展想一下的 你想想这个真是 都是中国人呢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光媒都知道假如我是真的 对他亲民皆生的 我也赶着中元节 我就生出来了 所以给你这么早的话 那就不得了了 不过你刚才讲的这个 这还真是说假如我是真的 在这个大陆有很多这个骗子 前不久好像还审一个 那真的是可以啊 就是某个领导人 比如在宴会上碰上去 跟领导人合照 手里拿着这些照片呢 就能招摇撞骗呢 诈骗贷款上百万呢 甚至还有那个人呢 就是也不知道 从哪雇来的几个穿军装的 说这是中南海的领导 这个担心我的起居生活 专门派那个中央警卫团的战士 来照顾我的生活 就是不管是跟什么大老板吃饭 他背后老站着两个穿军装 那些小伙子 就这样就能大笔大笔的骗钱呢 而且就好使啊 没有人要他的证件呢 大家就相信呢 这两岸还是有点不一样 台湾也会有这种骗子 台湾最近有一个很有名的骗子 叫一个也是个少年人 叫黄琪 他现在大概不到二的这个黄色的黄 之前骗了陈水扁 之前骗了陈水扁 还让陈水扁 还让陈水扁跑去他家 帮他算塔罗牌 不过那个骗法是说他是一个高人 可以让你看到 他可以看到未来什么 他现在最近他报的另外一件事情 是他就是他也是 他是卫照这个台湾 这个卫权 事实上就是这边的康师傅 的少东 然后呢到处告诉大家 他说他是这个卫家的 也是二代 然后呢到处去跟人家骗 但是在那个情节上面 有些东西会相似 都是告诉人家说我爸爸多了不起 然后呢因此我现在要做生意 那我说我要跟你合作干什么干什么 但有一件事情真的是不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 台湾会有人去 卫照企业家的后代 不会有人 大概不会有人去 卫照政治人物的 或者是官员的二代 因为你卫照官员的二代 这个是害你老爸坑爹的 这是新闻界最喜欢最喜欢的题材了 然后也是大家第一个就想到说 哎太好了这个人 我们赶快 我们在新闻界里面 就是每天都在等这种消息 有任何这种消息 马上你就像这样头板头 所以大概这个是冒充不过去的 但是像李庄江这个的 是不是更大程度上是 是属于是明星的二代 叫星星二代 他虽然说也是个将军了 但他是在军级的人 但是基本上老百姓认识他 还是个著名的歌唱家 而且你觉得他还有一个 在中国的我认为有些歌曲 具有道德优势 你明白意思吗 是就比如说你是唱革命歌曲的人 跟你唱流行歌曲 也许唱流行歌曲的人 搞个婚外恋什么的 大家也觉得没什么太了不起 可你要唱革命歌曲的似乎是有点吃亏 因为你唱的似乎都是很道德的声音 是不是这样 你怎么把道德你怎么说成吃亏呢 他们比较占便宜 吃亏就是价值混淆了 反正作为广美 我看你更多的体会就是说 这个教育孩子这方面的担心 是不是 是因为你看 我现在我们家有四代同堂 我以为说你们家四个孩子 对我们家有我们家三个孩子 就是我们家现在已经有四代同堂 就是我婆婆八十几岁 然后我们有一个小孙子 才刚刚满一岁 就是说你看到这种全家几十号的人 围着一个孩子 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个小孩 从小到大受到这么大 这么大的关注的情况之下 我不晓得就是说 当然这个父母 对他一路的扶正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万一大家都是这个这个爸爸妈妈溺爱 爷爷奶奶溺爱 这个那个太太那一代就是大家完全 然后保姆阿姨们全部灌输给他的 全都是一味的溺爱的话 真的是蛮伤脑筋的一件事情 真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说中国人呢 虽然你看啊 大家在明面上讲 感觉一个个都是教育专家 都会说我不能溺爱孩子 或者不能把什么钱都交给孩子 可是实际上我身边的这个人呢 我觉得几乎没有例外的 就是说我要给我孩子更好的一切 最多的稍微明智点的就算是什么呢 就说儿子受些苦还可以 女儿如果我是女儿啊 说我就认为我要让我女儿春金带银 我要让我女儿有她 甚至有些人会发展出一些很奇怪的理论 说你发现没有 这个男孩小时候苦啊 对他将来有好处 说女孩如果小时候缺乏呀 这个女孩长大以后就不可爱 她永远的有这个饥饿感 要多少都没够 是吧 你看周围很讨厌的那些女的 小时候都极其缺乏 所以他说要是女儿 就得虫虫虫虫虫 我把一切都给她 这是我周围经常听到的一个说法 我记得前段时间 我跟我一对夫妻朋友吃饭 他们家一个孩子三岁 快三岁了吧 然后坐在儿童椅上 忽然她就咳了一下 两夫妻就打起来了 一直说 因为你刚才给她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 里面有花生 所以你看 对对对对对 我后来想起来 我后来想一想 我们小时候 起码我的小时候 是满地乱爬 抓到什么就往嘴里放 我不想你们是不是这样子的 当然你现在也不能倡导这个 我不是说倡导这个 而是我觉得就是 这个过犹不及 你就要稍微中间一点 是我真是不知道怎么样算好 算对了 我觉得我比今天的孩子 好像扛灶我们就叫 就说这个更皮实 你今天呢 你像有些这个父母 我们家亲戚也有小孩啊 那个家里干净的 不让小孩拉门把手 到邻居家串门 对 到邻居家串门 哎呀妈妈给你拉开开门 就觉得邻居家的门把手 小孩的手不能摸 我说你干脆到吴军乡里生活算了 你这个 所以我觉得相较现在小孩子 我觉得我们的童年是很快乐的 小时候你也抓过蝌蚪 抓过青蛙 然后什么玩壁虎啊 这个那个现在小孩就是 你几乎已经没有看过这些活物了吧 很多城市的小孩子 所以 真的是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小孩啊 你就刚才讲就是几代人宠他呀 我觉得那是不是说西方人能扛得住这个诱惑 是不是东方人呢比较扛不住诱惑 为什么我觉得是诱惑呀 我觉得这个是上帝的设计 你个小孩啊 他太吹弹可破呀 他你知道吗 他那个眼睛 你知道吗 他就是做出大奸大恶 你忍不住 你都会原谅他 对他好 而且你发现没有 小孩我就发现呢 本能的都是全数家 他其实一天干的事没别的事 你知道吗 就是吸引所有的注意 吸引所有的注意力的焦点 到我这儿 实际他呀是非常羡慕嫉妒 不是嫉妒 你知道吗 有个小孩 能把家里电视机砸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吸引了妈妈的注意啊 当然妈妈都是宠的 还不够 他后来他发现爸爸 总是拿这个啤酒看电视 于是呢他就挑衅呢 开开开 开始拿一个羊娃娃 光砸一下 砸一下 大人就说呢 你不要砸电视 后来呢 终于发展到拿这个铁家伙 哗把电视砸了 你知道他为什么 他就是要争取吸引 他要争取注意 你们所有的人 我估计这是动物的本能 就所有的你们这些大动物 都必须注意我这个小动物 这是有演化上面的道理 因为这样的人 他活下去的几率会高一点 因为人很大的一件事情 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是我们是所有动物当中 成长最慢的嘛 对 因为你需要被照顾 所以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本能 如果你长出来的 你的本能是比较不受欢迎的 你很可能长不到 长不大你就被淘汰了 这是有演化上面的道理 但是小孩不只是这样 他有一个本事 像刚刚广美讲 其实他有一个本事 叫做挑拨离间的本事 他有一种本能 他马上会知道说 谁疼我 谁管我 他马上就会想尽办法 让那个疼我的人 有比较高的权力 去制止那个要管我的人 那你看这个一家如果是两口夫妇 这个已经够复杂了 现在像这个四代 你说阿姨姑姑舅舅 爷爷奶奶那么多人 哎呀他悠悠在其中啊 他这个挑拨离间多大的空间啊 没错 而且尤其是这个老年得慈啊 你看七十几 我不禁想到台湾那个李敖也七十几 他都说他都完全不管孩子了 他说因为年龄相差太大了 他说我是他们的祖父的这个年龄 所以他说我索性什么都不管 全交给他他妈妈 他就是一个好祖父 所以他也是管不动啊 也管不动 人家也不让他管啊 对啊 所以我说这个啊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 我爱的这种诱惑 对不对 你去动用他嘛 要保马可以保马 要什么就不用 只能是给给给嘛